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之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如果大家对这些有兴趣的话 亦都欢迎你听《有台火》 Hello 欢迎回来《有台火》 今天的《有台火》 就是讲讲一些年轻人 年轻朋友的一些 可不可以叫服务呢 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 由于我不清楚的关系 所以今天有两位嘉宾 他们就很清楚了 他们要说一说给我听是怎样的 他们是来自九龙青年商会的朋友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叫梁胜彪 伊芬 大家叫我伊芬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游淑儀 可以叫我Michelle Michelle之前合作过 在舞台剧的《大家一起玩》 这次她介绍我关于九龙青年商会的活动 喂 伊芬 你是九龙青年商会的Chairman 今年的Chairman 是的 当然要由你来介绍吧 九龙青年商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听过的名字也很多了 简单跟我们讲一下 先介绍我自己 今年是九龙青年商会的一个社区发展的董事 另外也是一个活动的Chairman 所以这个活动就与社区发展有很大关系 不如我先讲讲这个国际青年商会 因为其实九龙青年商会是在国际青年商会下的 其实国际青年商会本身1950年成立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 一个NGO 它服务的是一个十八岁至四十岁的青年 现在在香港已经有二千多个会员 另外也有二十一个分会 而我们九龙青年商会就是其中一个分会 商会的中心思想就是 服务社会训练自己 透过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 在坊间 然后令到自己都有进步 令到别人都受惠 所以回到九龙青年商会那边 其实我们也在1965年成立了 上年已经是五十周年了 也有其中一个旗艦活动 叫做小子商大世界 也是我今年负责做主任的 今年是第六年搞的 这个小子商大世界 过往五年里一开始都是做一些 叫做露宿一宵 就是露宿一宵 让年轻人体验一下 然后慢慢引伸到体验贫穷 希望年轻人关注贫富懸殊的问题 到今年 第六年 就会做一个特别一点的 虽然叫做体验贫穷 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体验到更多贫穷 说回今年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就是 同一样的天空 不一样的世界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年轻人 可以透过今年的活动 可以体验到不同界别的贫穷感受 比如说一个青年贫穷 很多年轻人在做事都很穷 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 包括我自己都在经历 可能还有一个残疾贫穷 还有一个长者贫穷 因为我们都不难发现 其实周边看到 都是一些执子皮的阿婆 踩罐头 还有一些残疾人士 我们是看不到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就算出去工作 都可能被人拒绝做不到事 变相收入又不是多 这样 希望可以在这些残疾人士的贫穷 长者的贫穷 都可以令到年轻人 关注现在的香港的贫穷状况 另外 除此之外 因为我们今年的对象 都是一些中学生 大学生 他们都想知道一些福利的知识 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年的活动里 加入一些福利的元素 那些全部都是反映到现实 现在真实社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小紫草大世界 今年就是第六年 以往体验贫穷 其实在香港这个社会 上面贫富懸殊 是很严重 但是现在香港的年轻人 未必是很贫穷的 可能是物质上面 未必是很满足 其实对于金钱的意识 也会随着社会的现状 是会变得比较扭曲的 在这些体验活动上面 可以让他们看到 究竟是比自己更加差 或者比自己更加困境下 去生活的一些人的一些体验 和他们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是否在他们当中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之外 其实也可以影响到很多 关于人生观方面的事情 是的 没错 因为我们也发现年轻人 当然很多年轻人 家庭的家境都比较好 也有很多来自基层的家庭 其实今年年头 大概四五月左右 都做了一个访问 一个问卷调查访问 访问了一些中学生和大学生 我们其实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他们本身 家里收入越高的家庭 那些小朋友 都真的越离地 他们越离地 他们可能他们的概念就是 我怎么为止觉得穷 我可能一天吃不够三餐 我已经觉得很穷 那原来 可能有些人一天只吃一餐 吃一餐 那到底哪样才叫穷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是让他们知道 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天空里 可以看到其他世界的人 所以 其实我们的问卷调查 做完之后 有个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之后 9月、10月 即9月24日和10月9日 都有两个探访 那当然 就叫做兼落地探访 这里也有少少讽刺性质 因为那段时间 经常说 我们的特首都说 拿着一支笔 拿着一个摺椅 去探访别人 但是没有做到的 所以我们真的下去 落手落脚 去一些寮屋 寮屋 那里探讨一些长者 因为寮屋的生活 都比较困苦 可能住一些铁鼻屋 那样 带天市 外面三十步 可能里面是四十步 另外 10月9日 我们也带了一班学生 去看一些 叫做 长期病患者 残疾人士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生活 叫做苦放 去面对的 经济困难 这样的 所以 其实透过 这两次探访 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们 幸好Michelle 想到一些 idea 让他们分享了感受 原来他们真的会说 要活在当下 要珍惜眼前的事情 不要以为自己眼前有什么 忽略了其他身边的群体 那样的 那样的 都很开心 是拿到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 原来做这件事 是真的可以让人知道 哦 身在福中 就是要食福 因为 在探访当中 其实是 互相学习的 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 不要只是觉得 你看看这些同学 怎样 亦都是 其中 其中一点 当然 他有一种 苦放 但其实 他们亦都有一种 力量 那种力增上游的力量 其实 这件事也是很值得 一些年轻朋友去学习的 都是 还记得 在这个 寮屋长 探火一会儿 其实 那些长者 可能是八、九十岁的 他们都会分享 当然 都有一点点怨气 都很难避免 但他们都会分享 他们 就算当年生活 是多么困苦 当年他们可能说 做一个男人 过来香港 他们怎么困苦都好 但他们都不会放弃 这个其实 都是一个 一个以前的香港人精神 就是狮子生下大家拼搏的精神 那 这一代可能未必那么感受到 但是 他们都会 寫回一些感想 说 真的要 努力去生活 起码不是说 放弃 或者怎么样 另外 去到 看看残障人士 那个长期病患者 其实 长期病患者 都一直在和病魔 在恶斗 因为可能每个月的支出 都是不够的 即使拿了一些福利也好 他们仍然是很乐观 那些学生都寫回 原来人家都这么乐观 那为什么自己有什么资格 去悲观呢 人家可能会这样说 所以 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整个OCTM都很开心 看到这个感受出来的 在这些年轻朋友 分享感受的同时 其实 他们当中 有没有一些感受 是你们比较难忘的 其实他们如果说 珍惜 珍惜现在 或者 觉得看到不同世界的人 他们 我想 我们就不会说 特别说很难忘 因为本身我们 我们本身 去到这个年纪 都 20-30岁 都觉得 都看到的 这些已经知道了 但反而 他们的感受 难忘一点的 因为 我们本身活动 接下来 还有一个短片比赛 和一个体验 短片比赛 中 都是希望一些学生 看完这些 有些感受 透过不同形式 比如说 用一个短片的形式 去表达出来 都很幸好 都有学生去 参加这个比赛 都主动去参加这个比赛 用一个短片的形式 去告诉社会 我们希望可以多看一些 他们看到的世界 以及他们本身的世界 短片比赛的详程是如何 其实短片比赛 由7月到11月 已经进行中 一直收到一些 作品 一些报名表格 有分开中学组 以及公开组 奖品非常丰富 奖金、奖品 这些全都在Facebook 都可以看到 所以 详程不多说 但是 短片比赛 其实会在体验营 当日 会做过颁奖礼 颁奖礼 其实也想给大家 看看他们的作品 给大家看 你们原来是这样做的 另外 我们也希望可以谈一些 外面一些 其他机构 或者一些青年机构 可以播放他们的短片 希望更加多人知道 除了他们的校感到光荣 另外 希望更加多人知道 他们的潜力 好什么都好 因为始终这些 参与的话 其实都可能不排除 发挥到其他潜力 也看到他们的创作 用他们的 有时候我们成年人 有一件事不好 就是 很希望 那些小朋友 像自己的 和自己一样 那就好了 其实 我们是否应该 给他们选择 一条什么样的路 给他们的空间 对 给他们的空间 给他们的空间 我想这个短片比赛 最好的地方 就是说 不如 不要说我 去告诉你 是你看完之后 你用你的眼睛 去让我看到 你去看的那个世界 我想这件事 是真的一个 很好的沟通形式 没错 这件事 始终都是 大人看到的东西 和小朋友看到的东西 是不同的 当然大人看到的东西 是过往的经历有关 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 但小朋友可能 純真很多的 我们都很期待 他们的作品到底 是拍到什么 我们都很期待 所以 其实《体验营》 那天是 11月12至13日 我们也在11月12日 播放他们的作品 播放他们的得奖作品 当天也会颁奖 那《体验营》是怎么参加的? 《体验营》 其实在Facebook 都可以报名的 我们有个QR Code 一扫 就扫出了 那个形式 那现在 其实 也有很多学校 在报名的 因为我一见有些学校 都很捧场 一来就来 50个 那我们都应接不下 说真的 那样呢 11月12日至13日 其实现在都 还公开给大家报名的 那当然 我们都有 因为我们场地在大埔那边 同军中心 同军营地 那边人数都有限 所以呢 其实我们都需要 如果人多一切 我们都要经过筛选 那最主要原因是 其实今年的游戏形式 会比较真实 因为为什么呢 首先 讲回整个流程 12日大概 做一个开幕礼先 那开幕礼 就有些嘉宾做个分享 然后呢 一去就去一个 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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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数字游戏 怎么玩呢 那我们呢 其实就想从 衣食住行里面 做一个 给他们体验 人家真正的生活 那我们有些角色牌 譬如说 你是正常人 你是长期变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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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给他们 然后要他们 去做一些 任务 做一些任务 我们找到不同的机构 去做一些任务 去赚取他们的收入 所以 有些角色 赚的收入是很少的 有些角色 甚至是没有收入的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政府 都很好人 都会说 有些福利 就给他们一些福利 但是 可能福利 够不够用呢 又是另一回事 又是另一回事 最终他们可能 整个游戏的目的 当然 不是叫他们不断赚钱 但是呢 都想让他们知道 哦 原来呢 当我是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某些东西 譬如说 之前看过一宗新闻 很有趣的 他就说 这些罐头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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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个左右 才能吃到菠萝包 就是他们这样演绎 然后 原来 我们没有那么多罐头 可以给他们 但可能 他们帮忙撕纸皮 叫一些 看开姐 你撕纸皮 你就赚取收入 你赚取收入 那可能买个包 如果他们感受一下 原来那些婆婆 可能收拾几十个纸皮 都只能吃到 那些小包 他们会知道 哦 原来 整件事是这样的 就算我拿了福利 原来那些福利 都是拿去医病的 那基本上 那些福利 不是说 不是给我赚钱的 那希望给他们知道 整个真实状况是这样的 另外呢 晚上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 都是睡纸皮的 因为过往一开始 都是说脾梭一烧的 那都是要睡街的 那这个就避不了了 所以呢 希望医食住行里面 都可以给他们感受到 原来呢 不同的世界 就是整个天空里面 有不同的世界 发生着不同的事情 那他们知道 即使他们 不一定等到脑子才体验 可能现在已经体验到 其实我们很想 跟Ian 和Michelle 我们分享一下 在一个 九龙青年商会的服务里面 其实 做这些事务工作的 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Michelle先讲 没有机会讲 你加入了多久 一年都未够 一年都未够 是的 是的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你又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学到呢 短短的时间 短短的时间 短短得来 真的做了很多 很多project 对不对 其实我进去也是 这份介绍 这个总之比较特别 就是他刚才也有提过 正正就是一个地方 给你以义务工作 为一个project的基础 你去参与不同的崗位 然后去发掘自己好的 或者是一些 可能在学习更多的地方 那 所以这些 现在到了十月 其实也进去十个月 我想最深的感受是这个活动 因为我自己本身 都喜欢做一些 和社区有关的工作 就是那两个探房 你看到那些年轻人 真的写回来的那些一字一句 你真的会觉得很有意义 然后 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令到他们有这么大的反思 而且也不止是他们 或者是我们自己去探房 我们也有一些反思 其实这件事 真的很深的感受 因为刚才 我再看回他们写的东西 其实他们也写了很多 如果他们可能没有来这个活动 他们完全不知道 另一个世界是怎样的 他们没有想过 原来他们可能相残 原来他们的生活 是有这么大的困难 然后他们可能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他们也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但它会令到他们想多了 这个社会上的事情 因为我都很认同 刚才你最开始说的 就是 现在可能大家物质很好 很多时候我发现 可能新 我也不少年纪 去到比较年轻 他们好像少了一些 去关心这个社会的一些机会 虽然他们有一些通识科 好像很强迫他们去关心 但是我觉得他们少了一些 真的去出来 例如做义工 真的去服务一下这个社会 或者去反思一下自己 生活的一些情况 我觉得 这次小子想大世界 今年加入了一些探访 或者一些体验游戏 希望都真的可以借助这些角度 去帮到他们去想多一些 现在世界上 或者社会上 其他人的生活的情况 我又想问一下 Ian 今年就去到这个第六年 去到第六年 今年你才加入 在十个月里 从零到现在这个阶段 快到了一个总结 你的经验是如何 老实说 当初就不是想接这个活动做的 因为当初就做社区发展的大企举 其实都想做一些社区 关于社区的事情 因为本身有个 就是未进入这个商户之前 有个想法就是 真是想用生命 影响生命 虽然说自己的生命不是有什么特别 但是希望是对社区有些影响的 希望有这个想法的 然后 最后都接着这个活动来做 这个活动呢 其实有很多玩法的 因为首先这个活动 它对的是全香港的任何层次人 是我决定的 因为我说 我对着中国生打生 因为刚刚的老笋 慢慢的生埋生埋 其实最应该 贯注一些正面的思想给他们 其他 其二呢 那 有一 我也答应过一些朋友 因为我有些朋友 可能是一些长期病患者 我答应过他们 我当初都说 我接这个社区发展的大企举 我会帮他们宣传一些 一些叫做他们协会的东西 让很多人知道他们的病 现在都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去做 所以在这个活动里 其实 由筹备那一阵 筹备整个活动 都想了很多方法 去怎么样去 令到不同的人受惠 令到我们的对象 一些学生受惠 又令到一些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的 机构受惠 其实就好像 一个 一个蜘蛛网 我们就在中心的点 我们就散发出去 有些机构 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做 有些朋友 一起进来 一起去做 我们不断地去交换不同的东西 一起去合作 比如说 我们可能 帮你们宣传你们的活动 然后你又帮我们宣传我们的活动 这样 其实我是 没有接触过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只不过是将 社会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聚在一起 而我做的就是 我想办法 让大家聚在一起 而把这个活动 最后 拿出来 是大家都受惠 叫做 win-win 就是大家双赢 其实 挺特别的 另外 因为做主任 做主任 大家有很多 很多O司合作 很多O司合作 其实这件事 对我来说 都很高难度 因为 我一向都不是说 要做人做 我只懂得自己做 跟着跟人一起做 原来 慢慢 到这些大活动 就真的 必须要叫人来做 并不是自己做 自己做一个策划的角色 这件事都 进步得很快 跳一跳 跳去第二个 第二个点 所以 都很难忘 我相信 另外 希望这次活动 真的有意义 做得更加有意义 因为 不想叫做做而做 希望 去到最初的想法 就是希望影响到社会 因为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觉得 哇 我们去做义工 去帮人 只是很表面的工作 其实当中 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在帮人的过程里面 自己能够学到的 或者在里面可以 就是 影照出自己的 有一些 咦 原来我们都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不足 我们可以见多些 不同的人 可以有多些不同的生活经历 真的可以令到自己本身 人生有再多的一些丰富 是的 正正是说回商会的本身 本身商会的信条 信条太长 就上回来一体 其实我很欣赏这个信条 另外 我特别欣赏那一笔 就是服务社会训练自己 因为你是藉着 因为我们是NGO 你借着服务这个社会 在这个社会上 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看回 真是一块镜 看回自己 你看到不同的人 又看到自己 你看到这个A军 又看回自己 有什么好 有什么不好 好的 就是继续进步 不好的 就改了 不断地完善 有一个正面的改变 所以商会 虽然叫商会 听到好像做生意 但其实进入去 当然什么角色都会有 但是 原来服务社会这一部分 我是十分之喜欢的 其实这一部分 希望来到的小智生大世界 去到一个尾声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很完美的成功 希望在未来的发展 这个九龙千年商会 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朋友 可以和他们一起合作 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东西 多谢两位嘉宾 希望未来的活动 能够取得完整成功 好的 多谢 拜拜 我是小明 你听的是二三四频道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流浪 那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现在不在做什么 我们互相逐渐 也在家